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作雕和记忆 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 走进中国舞异 重温经典记忆 将经典致敬 与时代同行 1963年2月 南京前线话剧团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在北京公演引起巨大的轰动 该剧以南京路上好八年的事迹为素材 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连官兵 在上海解放初期所经历的一场特殊斗争 话剧演出后 受到了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 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肯定 一时间出现了全国上百家艺术院团 争相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盛况 成长者数不留意 第一站在游戏中 为了王子的抗争 需要推荐进内永远的 父亲 您会这样街上放开 部网友 し 不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我们请四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咱们这边请 现在我们首先想请四位老师分别跟咱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扮演的谁 或者我们在电影当中担任怎样的职务 我是电影《霓虹灯下少兵》的现场摄影者应福康 欢迎执行摄影应福康老师 大家好 我是霓虹灯下少兵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 欢迎春妮 我是霓虹灯下少兵三排长陈玉 扮演者马学士 欢迎三排长 我是电影《霓虹灯下少兵》 卖花女阿湘的扮演者 我的名字叫张奈祥 欢迎您 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共同向这部精彩影片致敬的 还有两位尊贵的致敬嘉宾 首先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主席任仲伦先生 欢迎您 还有一位啊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演员范明 欢迎您范老师 再次感谢各位啊 那这个环节我们要留在舞台上的是 应福康老师 陶玉玲老师 和马学士老师 我们请张奈霞老师嘉宾席第一排落座 我们请台下嘉宾也落座 本节目由《增深智能女电车》独家冠名播出 电影《霓虹灯下的少兵》 拍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这部电影当时凭着它非常吸引人的剧情 和六个性格鲜明的少兵引人入胜 这不仅仅是电影的意义 到了今天好巴莲的精神 也传承至今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走进这部影片 上海出我们手里边解放了 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 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1964年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电影 《霓虹灯下的少兵》在全国上映 影片根据沈希盟 莫艳 吕星辰 集体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 该剧以上海南京路上 好巴莲的故事为蓝本 艺术的再现了194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 在灯红酒绿的繁华闹市中 抵制资产阶级相风侵蚀的真实状况 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身居闹市 一尘不染的优秀品格 别看他们神奇火线 让共产党红得进来 付出三个月 叫他趴在南京路上 变黑 发霉 烂调 走 去公安局 电影将对敌特斗争 与部队内部思想变化 等多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 成功地塑造了六位 有情趣 有特色的战士形象 怎么 叫我们站马路 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 晨起通话难 说明我们解放军 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 在相风面前吃了败仗 你呀 同志 这思想没有扎根 一阵的相风 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你听听你的声音 陈天对着你脑袋 咋咋咋 咋咋咋 这简直乱七八糟 有位女同学有困难 要我帮忙 叫我陪她去吃晚饭 再把她送到袁月辉去演出 那我就不好追击 随着电影的热令 霓虹当下的哨兵们 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那个特殊年代 人们生活中的一道文化大餐 的确 正是这样一部电影 让大家认识了南京路上的好芭莲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观众席 我们也请到了如今 南京路上好芭莲的代表 我们首先请各位跟大家挥挥手 好不好 欢迎你们 我相信正是一代一代 好芭莲的这个战士的形象 成为了我们话剧 乃至电影创作的蓝本 我们先问问戏里的这个喜子 这位战士的其实在其中的性格 是非常鲜明的 这个角色对您来说 演起来有没有难度啊 我十四岁当兵 一直是穿军装 因此演兵啊 是我的长相 兵来演兵 那就是说要把作者提供的 这个电影剧本里的真喜 咱们给他准确地表达出来 马学士 1932年出生 原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 后进入武汉军区话剧团 他曾在东晋序曲 《我是一个兵》 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中 担任主要角色 近50年的演艺生涯 马学士出演的角色 以军人为主 他塑造的众多性格各异的军人形象 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应该是兵来演兵 对这个部队生活是 这个有感情有体会的 但是我想这南京路上的兵 可能跟您本身的那个兵 又有点不太一样啊 有没有真的到南京路上 之前去体验生活 去站站岗 为了排这个片子 专门到这个八连去 两个月吧 那当时可能以您为代表的 陶老师应该也去体验生活 包括其中的几位哨兵的扮演者 大家都去了吧 他们是跟连队去站岗 去放哨 去做好事 我是演的连队的家属 所以我也必须到好八连 我去干什么呢 我就是跟好八连的一起去做饭 当催事员 然后帮他们洗菜 另外呢我就到好八连的家属区 家属区体验生活 所以没有生活绝对出不了精品 真的是这样的 挺遗憾的 因为其他的五位戏里的演员 已经不在了 几位在场的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 剧组演员之前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这些演兵的这六个兵 要演这个好八连的兵 是 那就是要掌握分寸 不能过了 过了就不是八连了 你红灯啊 这个陈喜这个角色呀 他没摔倒 差一点摔 没摔倒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党组织在呢 帮助教育 所以这个角色也在当时啊 是很起了一点教育作用 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 马学士饰演了三排长陈喜 一位机智勇敢的战斗英雄 然而在进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后 他的思想 行为变化最大 在阵阵相风的侵袭下 他失去了警惕 丢掉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甚至还嫌弃 来看望他的妻子春英 最后在领导和战友的开导和帮助下 陈喜翻转起目 再次回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 马学士用精湛的演技 将陈喜思想转变的过程 生动地演绎出来 陈喜这个角色 也成为荧幕上落后战士的典型代表 你黑不溜秋的 考边战人 陈喜可以说是 暂时有一点点 按戏里的话说 被相风吹晕了的暂时落后 之后迎头赶上了 这个霓虹灯下的哨兵呢 六个兵呢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点是太不简单了 其中赵大大 他有特点 黑不溜秋的 所以他嫌弃他 不让他到那个 跟着他去站岗什么 一个黑不溜秋的 靠边站站 另外呢 连长啊 他是公子培老师 是我们前线话剧团 大家公认的 是一个性格演员 鲁大成的扮演者 他打拍子 相牵相牵相牵 他都是彩的点 不是像那个大乐队 相牵相牵相牵 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那个打拍子 观众也记住 连长 真有两下子啊 人是我哄走的 当然我要更时间在劲儿欢迎的 同志的战情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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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 同志的战情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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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有那种上海的 好像很不成熟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组织纪律性的 这一点团也特别的不错 另外指导员 指导员是更厉害了 指导员是我们团 第一个拍电影的 徐丁格 他这个长得也比较端正 另外他平常演戏 也是比较和蔼的 所以他演的几个指导员 大家都特别相信 后来就封他一个指导员 专业户 同志们 徐丁格 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 曾在多部话剧中 饰演重要角色 他一生参演了三部电影 尚甘岭 刘宝的故事 霓虹灯下的哨兵 巧合的是 他饰演的角色 都是指导员 电影尚甘岭 是徐丁格第一次走向荧幕的作品 26岁的他 在其中扮演七连指导员 孟德贵 虽然很多戏份是被蒙住双眼 但观众依然能从他的神情和台词中 感受到他内心 对祖国的眷恋 是共产党人都举着手来 在1958年上映的刘宝的故事 徐丁格是演的新四军某部 二连指导员宋 温文而言 一身正气 他骑马出场时的画面 永远定格在观众的脑海里 1964年 徐丁格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 出演八连指导员陆华 他再次以细密自然的表演 精准生动地塑造了一位沉稳大气 冷静理性的指导员形象 三部经典影片 三个令人顾目不忘的指导员 让徐丁格获得了新中国银幕 第一指导员的美誉 按照毛主席指示作 从阶级教育着手 来个敌签练兵 怎么样 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 老班长的形象也是活灵活现 我们请张奈霞老师 跟大家回忆一下 刘洪生同志演的老班长 感觉到应该是农村来的那种 那个围兜呢 要围着往肚子下面一点 说话呢 要垮一点 那个每一句话呢 要这么蹲吧蹲吧 蹲吧蹲吧 他就是这样子在那里体会 这个老班长的 谢谢张奈霞老师 我们能发现每一个演员 其实都是立得住的 他都有他塑造的这个个性在里面 让大家每一个人觉得 非常鲜活 而且每一个人都不相同 那应福康老师 其实您是用镜头捕捉了 这些鲜活的冰的形象 您在镜头里看到谁的表演 让您印象深刻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没有看到这帮演员的时候 周围电影来说都要换了 要换是吧 要换掉 原来有这个论调的 我跟我们一些老前辈们 大家去看了他们的话剧 回来以后大家一次同意 一个也要表画 他们每一个人的形象 语言 动作表演都不一样 不是雷同的 非常惊讶 我也非常惊讶 所以后来就一动不动地 请他们过来 那我想既然是全力以赴 做这件事情 我们从镜头上的呈现 就不能输掉 怎么用镜头体现 我们动员全场的力量 把上映天马场 海洋场的场地 都理干净 到了南京路的场地外景 有好多南京路 跟我们拍的 这个拍出来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 你是不会看到了 一点都没觉得 是南京路的实景 跟棚内搭的景 混建在一起的 就是当时他们那个戏 动员的全部的力量 真的非常感谢上映场 感谢王平导演 各级导演 他们用电影的语言 电影的影像 把人物的内心全表现出 王平 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1916年出生于南京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 电影女导演 在拍摄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之前 她已经成功指导了 刘宝的故事 怀树庄等优秀影片 并获得大众电影举办的 第二届百花奖 最佳导演奖 1963年 周总理亲自将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导演任务 交给既熟悉部队 又熟悉地方的王平 为了方便拍摄 指定好八连所在地的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 共同设置 为了将画剧舞台上的 霓虹灯下的哨兵 转换成电影艺术 王平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 革新导演进行了十分艰巨的 艺术再创造过程 他们在保留画剧精彩片段的同时 通过置景 场面调度 镜头运动等手段 最大程度地用电影语言 为观众呈现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 范明老师 您在这个画剧《凝红灯下的哨兵》里 演的就是鲁大成 不是 这个呢 有点误会 我演过片段 要演之前 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作为一个观摩 它不是一般的观摩 我看了《若干变》 从小时候看 到后来又看 刚才陶老师讲的特别对 就是公子平老师 《个人变眼魅力》 那是大家 他永远是这么站的 他永远是外八子手拿这个 他耳语 我说你跟我一样 我告诉你 在里面上分一下 资产精力相分 他全这个动作 战马路 他基本上是外八子 他的形体 我找得特别准 他那个 他这个确实是 生活当中来的 指挥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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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步 走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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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他这个动作是经典 他这个动作 谁也模仿不了的 而这点是 真的个人魅力 还有马学士老师 那个被相风熏的 那个内心的那种小渴望 这是典型 我们都学这种表演 也再次感谢 二位艺术家在现场 尊敬的马老师 陶老师 向你们致敬 谢谢 谢谢范老师 请坐 其实刚才范明老师 给我们做了几个 这个鲁大成的动作 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 演员的那种模仿 而是把这个戏 这个人物 都吃到了骨子里面了 我想问问台下的 这个任老师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 英老师的回忆 也能感受到 当时咱们上营场 拿出了这个看家的本领 为什么这么支持这部戏 在当时的上营也拍了很多 这种战争题材的 这种军旅题材的 像那个南中北战 杜江侦察记很多 那是我们在荧幕上 看到的战士 基本上是战争环境当中的 一往无前的这样一种 英雄气概 但我们很少看到 在和平年代 这些士兵 这些子战员 尤其是基层的子战员 他们的内心 他们的情感 这一部霓虹灯下的烧兵 你看它里面 寄写了我们 战士内部的一些思想冲突 他也写了当时上海的 各种各样势列 跟我们的子战员的 这些冲突 所以在这样一个 复杂的环境当中 塑造了这样一些 优秀有落 有性格有色彩的人物 用美学理论来讲 就是一句话吧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文物 谢谢任总 也的确是这部戏 让我们感受到了 在和平年代 士兵的那种坚守 其实这部戏 创作的蓝本 其实就是话剧 霓虹灯下的哨兵 那下面呢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们 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这部画 画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本 由沈希盟 莫艳 吕星辰集体创作 沈希盟只比喻 1961年9月 南京前线话剧团 将它搬上舞台 并于1962年底 在上海首次公演 演出后 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 一致好评 1963年2月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令 调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进京演出 周总理和邓颖超等人 观看了话剧 演出后 与演职员握手祝贺 感谢他们 给首都人民 送来了一台好戏 不仅如此 周总理还亲自召集 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 以及戏剧界名人 周扬 田汉 夏衍等人 观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并主持了文艺座谈会 肯定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是一部优秀的革命现代戏 这一年的三至五月份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连续在北京公演了三个月 在首都引起了 极大的轰动和反响 观众好评如潮 从演出的第一场起 常常满座 甚至出现了 一票难求的场面 此后不久 霓虹灯下的哨兵 像一股旋风 红遍了大江南北 全国上百家艺术院团 争相排演该剧 创造了当年红色经典剧目 排演的奇迹 我手中拿的是 话剧霓虹灯下哨兵的 这样一个演员单 我们会发现 其实里面的演员和角色 是原汁原味的 搬上了荧幕的 台上的三位老师 也都是参加过话剧演出的 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 这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这个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原来报纸上啊 有一篇旅行场的 好把连的报道 上海的当时司令员是王碧成 觉得这篇报道挺好的 应该把它写成剧本 后来找到沈西蒙 就说你们把它写成一个话剧剧本 我想了再想 这个通信报道 报告文系 写了很多 我应该无论 应该要和他们不同 所以下学性 大的点心环境 放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间 存在着这样一种部队 这个人里头 也有各种一样性格的人物 刚才说这部戏 接受了钟恩来总理的 多次的指导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段故事呢 那时候啊 就是全国已经解放十几年了 总理说过 解放这么多年了 现在满台啊 还是才子家人 帝王将相 没有我们说过这个话 这个戏呢 既不是才子家人 也不是帝王将相 就是我们 所以非常重视 总理看七次啊 好多一场演出 是总理在那主持的 后来呢 他就成了我们的总导演 他不仅是演员的表演 舞台调度 服装 道具 化妆 我演这个阿湘 跟赵大大啊 原来有一个情节 就是我送他衬衫 总理说这个不好 这个解放军 为老百姓做点事 不要有这个回报 所以这个就给我删掉了 当时啊 总理来看完了以后呢 确实觉得这个戏很好 后来就建议呢 说是给毛主席演 说毛主席呢 还不大看话剧 这个时候啊 就知道要给毛主席演 居然 居然邓大姐到后台动员 叫我们晚上演出的时候 不要先木不条 去看毛主席 要有纪律 幻景要快 台词要慢 但是等大幕一拉开 那毛主席站起来 真是洪荒满面 毛主席一步步地走上来 跟大家握手 差不多的人都有了这个照片 毛主席说 你们戏写得好 演得好 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这几个字 一直挂在前线话剧团的大门口 鼓舞了我们全军的文艺工作者 南京军区政治部 前线话剧团成立于1955年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戏剧队伍的先锋 和最有战斗力的话剧竞旅之一 自建团以来 创作了大量极具思想内涵 和艺术感染力的剧目 如东晋旭曲 霓虹灯下的哨兵 虎剧中山 鄂尔尼诺报告等为代表的作品 都载入了中国话剧史册 成为当代话剧成果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 前线话剧团 还锻炼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 导演 舞台美术家等戏剧人才 先后走出了徐林格 陶玉林 廖有良 侯勇 范明 陶慧明等一大批 深受广大官兵和老百姓喜爱的演员 这个话剧的成功 在中国 地方是仁义 部队是前线 改编电影的 茶馆 电影霓虹灯 这是我就说 这应该是两个 就是原汁原味 就是同名话剧 这种改编展望成电影 搭了仁义的殿堂了 但作为部队 我为我们前线交 我在看的时候 我是七十年代以后看的 那个时候 我看过一个三线城市和省会 全国排鸡红灯 鸡红灯上排的这个量 可能是最多的 这是我为前线骄傲的 他们几位演的鸡红灯上排最激进群众 最远最远的边疆 尤其暂时是半夜两点钟冒雪 开的鸡红灯上排 人与茶馆 我想不会有那么 因为为什么 这些角色跟群众孤应的 就群众能起到感情交流的 对人物的喜爱的 悲愤的 讨厌的 这种感情的交流 是霓虹正下少病 谢谢宁老师 任总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您觉得这部话剧 对于后来影视的发展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话剧的成功 是我们电影成功的一个基础 话剧的成功和电影的成功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那个主题 真是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主席后来写了一个八连颂 对 是吧 对 其中有一句叫 《抗虎时勇不沾》 这就是我们这部影片的 实际上最本质的意义 这个意义从话剧到电影 都始终保持着 谢谢任总 虽然今天现场来到 演播室的演员只有几位 但是确实在电影当中 还有很多有血有肉 精彩的人物形象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表演 来 热闹得很 有跳舞的 唱歌的 演戏的 对了 还有电影明星呢 好吧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 再见 你一个当兵的 圆圆 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 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 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我们走 怎么 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 我告诉姑妈去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圆圆 妈求你 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 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 好孩子 答应我好吗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 不不不 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你上哪 找弟弟 不 我 我回家 我是永远忘不了 那天晚上周老婆陪我去收拾 哪知道这些强盗们 连尸首都扔到黄埔墙 这条南京路 从跑马厅到黄埔墙 那是每一块砖头上 都淋过我们猎势们的鲜血 有一些资本家说 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 音棒给堆起来的 我说呀 不 那是我们老虎大众用双手开出来 是我们猎势们用鲜血扑起来的 是我们猎势们用鲜血扑起来的 我这次回去 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 一定像过去一样 来支援你们大胜仗 陶老师 您看最后您的那个装扮出现在南京路上 可以说跟当时的服饰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很符合春妮的人物形象 这个造型灵感来源于哪里 服饰应该感谢服装组 服装组的这个设计 赵恒老师 他是根据这个系的主题 系的这个特定的环境 系的人物来设计的 春妮她是之前模范 那么她就穿了半个军装 还拿着个扁单 扁单上面还绑着一个绳子 这都是非常具体非常具体的 然后说包袱皮 包袱皮一般的农村 现在所以大家看见的 都是那个毛蓝布的花的 对吧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 作为春妮来讲 她很可能家里边就有 做绣红旗的布多下来的 是吧 所以春妮呢就设计了 一个红的布包袱 春妮的形象一出来 就跟人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是一个之前模范 所以有这样一身服饰 您人物内心的那种 作为一个之前模范的 那种人物的种子 也就深深地种下了 形象有了 我们自信就有了 那好了 到了南京路上来看喜子 本来挺高兴的 结果这自信 似乎被喜子给伤了不少 是不是啊 马老师跟我们回忆回忆啊 跟这个陶依林老师 合作这段戏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影片当中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戏 两个人怎么把握呀 您还记得吗 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 那当时春妮说 想让带她到南京路上去逛一逛 看一看 为什么不带啊 那时候啊 如果是带她上这个南京路啊 一定要去香港吗 要去的 那就用不着逛南京路了 南京路都要看她了 为什么她非常图书啊 身边带着个妇女 她不是城市的打扮 搞得那个样子 那怎么上街 那是不是觉得穿成那个样子 没有南京路上 穿旗袍的好看啊 那是啊 那是 那说真话是这样的 那嫌人家土呗 嫌春妮土呗 也不是嫌那个人土 就是说那个衣服啊 不能这样上大街 哦 换了旗袍就是 那么这样的时候过南京路 不能让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丢脸呢 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 真的 部队刚进城 我怕别人有意见 等安定下来 我会去看你 喜着你 没时间了 你等等 来不及了 春妮 你怎么了 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不愿意走 那你就留下嘛 待在屋子里 别上大街 瞧你 我就回来 回头见 解晨喜 我认为这个是恰如其分的 这样呢 对部队有教育 是 但是呢不能过火 您说的这个不能过火 特别重要 就像莫艳导演 在导演阐述里就说 晨喜这个人物嘛 借色 借修妻 借游手好闲 借放放荡荡 借流利流气 所以其实晨喜不是一个 完全的反面的角色 只是暂时落后的 这样一个 后来又反省的 这样一个战士形象 我这人呢 想的坏 生活当中不知道 在舞台上坏不起来 在舞台上 我的形象是很可爱的 的确是这样 我们看了那个电影里的喜子 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 张奈霞老师 虽然阿湘细分不多 但是这个人物 仍然被我们记住了啊 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莫艳导演跟西蒙部长啊 要求阿湘是不一样的 西蒙部长要求我这个阿湘呢 就是一个苏州小姑娘 穿一个很得体的 那个买画姑女的 很清秀的一个小女孩 但是莫艳导演 舞台剧导演 她说我是个惊弓之鸟 这个阿湘啊 惊弓之鸟到哪都害怕 那么这个莫艳导演 跟西蒙部长的要求 不太一样 我就把它折中了一下 所以那个阿湘呢 我就是演到后来 那个份上 我有的时候呢 就稍微像个惊弓之鸟 这样害怕 有的时候呢 又清秀一点 秀气一点 只能这样折中了 所以在不同的情形下 这个演员他的反应 他的情绪处理 是不一样的 马老师 当时一个话剧演员 来拍这个电影 可能就要有一些 把原来的话剧范 要去掉的表演 您自己是怎么克服的呢 这个没拍之前呢 我们都有思想准备 嗯 另外也不怕 为什么 明明都是话剧演员 来演电影 怕什么 风格是很容易统一的 再一个呢 这个话剧呢 我们就演得很熟很熟了 人物啊 都把握得比较准了 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过 要珍惜胶片啊 要这个 调整表演的这个程度啊 没有 没说过 没有 光知道啊 这个伊斯曼的这个胶片啊 是用猪肉换来的 有的时候看玩笑 这条我们要是吃了一个 废了啊 完了 一头猪又没了 哈哈 那您自己觉得 您跟话剧舞台上 这个人物的表演 这个 把握得怎么样 跟电影里比 没有 没有出入 哦 没有 没有出入 没有这感觉好像 有多么大的区别 没有 老爷的意思 其实对他就是 因为形象已经塑造出来了 每个人物都很鲜活了 但是呢 通过胶片 可能做也收 他们马上就明白了 可能马上老师 这方面很有灵气 他的个人感觉不那个 但有的可能 行李动作大的 可能要收了 也习惯 因为还是有些城市化的 对 这是有年代感的 对 但他们真诚 那种骨度地从内心 散发出来的情感 他们有生活 他们对生活的浸透 就他们那个准确 这个是你再 不是你演戏技巧能完成的 我觉得范明老师 理解的非常深刻 因为您也是涉足 话剧和这个影视 两个舞台 那张奈霞老师 您是第一次拍电影吧 是的 是的 我第一次拍电影 您觉得您这个 话剧范和影视之间的 这个转换 这次成功吗 做了哪些努力 我觉得 我一点不害怕 因为当时呢 也有一些老师 来给我们介绍过 当时白杨啊 赵丹啊 孙道林啊 来给我们介绍 那么那个时候呢 也懂一点了 那么我那个叫卖声 白杨同志说过 她说这个南方姑娘 卖花的时候啊 巴莱河 吱吱河 你要叫的好听一点 要甜一点 那我就想 我怎么才能甜一点 好听一点呢 我回家就自个儿去学了 巴莱河 吱吱河 亚来虾 莫里虎 亚来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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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叫乍到达买我的 亚来虾 那陶老师其实在此之前 应该已经拍过电影了 您跟王明导演是老熟人 您看《霓虹灯下的少兵》 又是合作 他这一次有没有加戏 或者讲戏呢 真是加戏了 真加戏了 真是加戏了 我是之前模范嘛 对吧 然后呢 王明导演就说 真的当时之前模范 就把它拍出来了 就是我怎么样去跳担子 我怎么样去抬担架 就把它表现出来了 他就很嫉妒我 非常可爱的这个张奈霞老师 但是我们想全戏一颗菜嘛 无论是哪一场戏 都是为了整个的这部作品服务的 那今天呢 我们还有三位老演员 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我们的导演呢 也做了一个钱财 我们看看这三位老师 他们的回忆是什么样的 我叫贵步云 是前年话剧团的老演员 我在《霓虹南亚少兵》 这出话剧和电影当中呢 扮演一个小角色 《霓虹南亚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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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把阿湘丢在河里 我们是在一个游泳池里 导演在游泳池那边 我在游泳池这边 我知道 把我女儿扔在水里 可能是扔在上海 不是有那个小河沟 是扔在这儿去了 导演看从那边 把阿湘抬过来了 童爸爸你女儿 看你女儿 我一看 哎呀 我家这个就这么样 新兴的 哎呀 二线 姐姐 哎呀 原来指导员 徐林格李传帝 他们感觉徐林格可以 又怕徐林格完不成 我是老员在那顶着 后来徐林格排着排着还可以 他呢比较宽广 我要去演指导员 我这个脸呢 还还还 嫩了点 所以演罗克文呢 哎 很合适 罗克文呢 他是受了严重的西方知名影响的一个思想 像他说 姑妈 我不相信我的表妹 是真的跟着共产党走吗 他的歌声已经接近了西洋的水平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艺术的顶峰 难道他真以半途而废 从此虚度一生吗 他这个思想困固得很 但是他被解放军融化了 我想此时此刻 应该在我们的电视机前 三位的这个老战友 我们的三位表演艺术家老师 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其实他们三位 加上台上的三位 还有现场的应老师 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 应老师啊 其实您是通过摄像机看到了几位 从舞台到镜头前的那种表现 他们的这种转变 您有没有印象 他们演戏是非常熟练的 就是说些电影呢 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他们后来是反映出来都很好 怎么来解决 让他多排 多排 到现场去多排 您能不能给我们报个料 谁的戏剧范去掉的比较困难 这位 不好说 人家指了 现场最多的我就跟他打交道 为什么跟他打交道 他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舞台像很多了 我们又不便说 那么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我那个时候年轻啊 能到后来不耐烦的呀 这个因为为什么呢 胶片 很紧张的 上面有任务的 你这个不能抄 如果一旦抄制了以后 这个胶片还没有 还要去批 殷老师 那等得不耐烦了 也有点心疼胶片的时候 怎么跟演员说呀 我也有偷巧的办法 多来几遍嘛 来到后来 他们演员间已经很熟了 很随意了 开机 我就去开了 我给他们说正式派 对 悄悄开机 不紧张 他们现在很 讲得很自在 包括他 实际上我就是怕这个镜头 上映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 就一个最大的问题 怎么把一个舞台剧 变成电影化 我们葛兴导演 葛兴导演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中 天马上的副厂长 也是上映上的副厂长 他当时又提出来 就我们不仅仅要打破 这个舞台的这种决限 更要把我们的演员 把我们的故事放到一个 更宏大的背景当中去 后来我们这些艺术家 跟我们前线的这些演员 大家都配合好 硬多走一些机位 多走一些站位 走成熟了以后再开机 所以最后我们实际上达到的是 一比二 还是节省了 省了很多 所以学那个好芭脸 拍好芭脸 我们艰苦奋斗 不仅是我们的前线歌舞团的演员 上映的所有艺术家在现场 也完成了这样好的影片 同时也是艰苦普出 艰苦奋斗 谢谢任总 跟我们讲了很多幕后的 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我有一种感触 当年团队来讲就是强强联合 而且拿出了当时非常珍贵的 易斯曼胶片 来给其中可能都是第一次 拍电影的话剧演员 我们也拿出了看家的本领 呈现了这样一部电影 随着电影的火爆热影 可以说南京路上好芭脸 走进了千家万户 更重要的是好芭脸的精神 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去认识这样一支光荣的队伍 作为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原型部队 南京路上好芭脸 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警卫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 1949年6月进驻上海 奉命在南京路 执行警卫巡逻任务 南京路素有十里洋场之称 社会环境复杂 国际影响大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连队官兵牢记 两个务必的领袖教会 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 始终保持着巨腐蚀 永不沾的高尚品格 1963年4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授予他们为南京路上好芭脸 荣誉称号 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 因艰苦奋斗 作风优良文明而受称的驻成部队 从进驻南京路起 几十年来 好芭脸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芭脸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依然代代相传 1982年 好芭脸离开了南京路 不再担任巡逻的人物 但每个月的十日 二十日 好芭脸官兵们依然走上南京路 开展礼发 补鞋 粮血压等便民服 尽己所能 服务于社会 现如今 好芭脸从原来的警卫直勤 转变到特种作战 成为一支新型的作战力量 连队官兵转变训练理念 成功实现了 从霓虹灯下的哨兵 到特战兼兵的转型 为好芭脸的精神 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我们首先呢 请台上的四位跟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来 我原来是南京路上好芭脸 第四任制造员 王振华 我是芭脸战士 声音连续 我是南京路上好芭脸 第二十六任 也是现任指导员 王洪旭 我是南京路上好芭脸 所在旅宣传科长 朱叶雷 我们在台上 也能听过几位 看到了今天 好芭脸的一份传承 先请王指导给咱说说 老芭脸 咱们一直遵循的历史是什么 好芭脸 1949年 11座大部队 进入上海 担任 勋奴指寻任务 因为上海南京路 实际广场是资产机器的落役 我们指导员 组织大家 学习 两个物别 在思想上 做了 坚固的防御 所以使我们能够在南京路上站网绝根 能够寻寻区域为上海人民服务 向你们致敬 那到了今天我们好芭脸精神是需要传承的 我们怎么做 就是我们坚持最好的制度 三乡传人交接 每年我们利用新兵夏连 老兵退伍 组织隆重的交接仪式 哪三乡 补鞋 学乡 理发乡 木工乡进行交接 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八连颂 大小集会集体齐备八连颂 这已经成为我们部队 整个部队的风尚和标志 我相信不仅仅像你说的是喊得最响的 其实我们也是按照八连颂里面的 每一句每一个字去做的 到了今天新的年轻指导员 是不是也在继续着做着这件事情呢 我们不仅在新的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领袖给了我们 殷切地嘱托 当前社会上还有一些 不良风气的一些苗头 比如说精致利己 消费第一 娱乐至上 那么连队党支部 及时总结了 藏衣炮弹的十种新表现 要时刻地告诫 或者说教育我们连队的官兵 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是大是大非 什么是似是而非 真正做到霓虹灯月亮 好八连月 其实我们好八连对于未来 还有我们的畅想 还有我们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期望 是不是这样 是的 主持人 我想说 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兼兵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 那么好八连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仰 信念没有变 时刻能打仗 打胜仗的内核 没有变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的好八连 也将朝着更高 更远的目标 发起新的冲锋 谢谢 谢谢 谢谢几位 我想问台下的嘉宾 您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如果我们替一个经典作品 进行致敬 我们一定要问 这部影片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想 今天台上的几位好八连的战士们 他们就是电影最鲜活的 成功的原因 几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其实深深地被感染 也深深地被感动 包括八连精神 我在部队三十多年 所以我特别被八连骄傲 我为我是一个兵 也感到骄傲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任老师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您说是好八连成就了 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 还是这部作品让好八连 如今离我们更近了呢 成就了我们的这种雨水情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相互的 首先就是艺术作品反映生活 因为生活中 有那么优秀的好八连 有那么优秀的我们的英雄本色 才有了我们霓虹灯下的烧兵 这样的影片的一个创作精神 所以我们还是要向我们的英雄自尽 我们的影片永远要把尽头 对着我们的共和国英雄 谢谢任先生 刚才几位呢 跟我们讲到了八连颂 的确啊 八连颂是1963年毛泽东主席 为我们的好八连提的一首诗 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 为这个连队提诗 这对我们好八连来讲 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相信几位把八连颂 已经记得烂书于心了 今天能不能这样 我们请台下的表演艺术家 阿范明老师 陶玉玲老师 你们几个带来这首八连颂 好吗 好的 好 好八连天下船 为什么一智间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腹石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鸭 不怕破 不怕刀 不怕挤 不怕鬼 不怕媚 不怕地 不怕贼 其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 奥双雪 纪律好 如尖壁 军事好 如霹雳 政治好 称第一 思想好 能分析 分析好 大有义 义在哪儿 团结力 军民团结 如义人 誓看天下 谁能敌 好八连 好在啥地方 好在周围人民终于遇到 站在远禁目西向红太阳 五千分开心 赶闯它锋芒 为人命 尽全面 为民传四方 打着好八连 学习好八连 冒足心地交道 有十个精彩欣赏 好八连 好在啥地方 好在两个五名永不无望 共农之老师 愿上退做课堂 总写真先锋 百代神经管 祈福群 让国人 勇气领风扬 高伤好八连 学习好八连 继续肚定分享到生命的前方 祈福群 让国人 祈福群 让国人 祈福群 蓬称风扬 当初好八连 学习好八连 继续肚定分享到生命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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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与时代同情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从画剧舞台到电影银品 一条路成就一处非凡风景 从功成法寨到助手繁荣 一群兵书写一段热续忠诚 十里扬长 你们是一阵清爽的风 霓虹深处 你们是夜空最亮的心 经得起沙场浴血 抵得了酒绿灯红 奈得过湘风诱惑 守得住风雨真情 坚守初心 窥斩不动 相伴岁月 始终前行 南京路上撇打的银盘 霓虹灯下永远的哨兵 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本期致敬 经典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 范明 任仲伦 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印章 以及花束 表达我们的一份敬意 在此我们也想请各位嘉宾老师一部签名台 让我们共同留下印记 有请诸位 好 我们请各位老师回到舞台中间 有请 我们也把我们聆听到的致敬词的首书送给各位老师 昔日荧幕上一个个光彩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每一个鲜活的角色 可以说带给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精神上的鼓鼓 感谢你们生动传承的表现 感谢台下做的士兵 也将好巴联的精神代代传承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艰苦奋斗的作风 也让我们记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 再一次感谢这部影片 也感谢每一位嘉宾的到来 本节目由综身智能理电车独家冠名播出 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我们下期再见